接下來也是一些簡單小問題 來一個不是雷射光的特性 雷光有三個特性嘛 光色單純啊 能量集中啊 擴散性小啊 所以呢 誰不是他的特性 擴散 就是他三個特性 所以 因為光色單純 所以他就不會射散 不會有七彩的光 所以是不是錯的 所以是不是錯的 因為他只有一種顏色 只有一種折射 就不會因為折射的情況不同 顏色散開來 顏色散開來 所以你們還要選C 停車站接問CD啊 你們現在CD就是上面很多很多的小洞 然後用雷射光去讀那些小洞 然後轉換成訊號 你就聽到你那個美麗的音樂啊 包括那個影像也是一樣 影像也是一樣 所以他是利用哪一種性質 他是利用他的哪一種性質 來 帥哥 這是帥哥嗎 這是美女十四號不賽嗎 十四號在嗎 不賽 換帥哥嗎 換帥哥嗎 還是美女十二號 小小斯大人 你選豬 請坐 他就是因為他可以併得很小於是 所以堵那些小洞 可以去碰那個小洞 然後反射回來 你們現在有什麼藍光DVD對不對 沒有 藍光DVD就是他用藍光堵 藍光的波長更短 所以那個洞可以怎樣 更小 所以同樣光裡面可以塞更多的資料 所以為什麼藍光可以塞比較多 因為他用藍光圖 藍光的波長更短 因為洞可以更小 藍光更小 所以可以塞更多的資料 塞更多的資料 就是他集中才細數去讀那些洞洞 有那些洞洞 OK 最後 這個就是被蠢蠢的背完就沒事了 蠢蠢的 剛才是十二號嘛 所以要找小帥哥 有小帥哥嗎 這個帥哥已經不在了 有 這個賽哥在 二十七號 有 二十七 一 一 你說什麼 一 一 你說C 請坐 就是傻傻的背就沒事了 七以上過量 十以上危險 把它背完就沒事了 簡單的 雷射光紅外線紫外線內容都很少 看一看 稍微記一下就好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客戶練習